這一件呢是雪紡的面料 但是它不會太透 所以我覺得沒有什麼內衣褲的問題 可以安心購買 做了一個短袖的感覺 然後有點反折 袖子跟褲口都是反折的 看起來會比較長比較修飾喔 再來它很特別的是 其實我有附給大家一個繩子 我覺得不要用它就已經很美了 然後這一次的繩子它的頭是長這樣子 當然啦你可以很中規中矩的把它穿過去 然後拉好 但是呢妞妞都是把它當成蝴蝶結來使用喔 好那先給大家看一下 這一次上面是做這一種縮腰式的感覺 然後有做口袋給大家 給大家看一下它的鬆緊帶是可以拉的 好所以呢也沒有什麼身材的限制喔 跟一般的襯衫領不太一樣 所以呢它非常修飾你的臉型喔 跟脖子 我直接把它當成是一條蝴蝶結綁帶來綁 對不用管它的頭 我覺得這樣子比較方便 然後頭就可以讓它自然的水準 衣服稍微稍微的整理一下喔 好那褲長的部分給大家看一下 褲長的部分完全不會到短 它就是一個很標準的褲長 然後呢非常非常的修身 粉紅色呢我覺得非常非常的有朝氣 它這個我覺得也沒有什麼卡當的問題 因為你看它可以拉這麼高 或是這麼高通通都可以 那鬆緊帶這一次啊我特別做了寬版的 就是希望大家穿起來比較合身的感覺 你想要有一點壞壞露露的感覺 裡面就可以像妞妞一樣穿一個白背心 其實你扣兩顆就可以了 現在我是沒有綁綁帶的 然後長度大概就是非常非常的正常 質感的懶喔 然後有一個小口袋給大家 然後這邊都是寬版 所以不用擔心它會挑身型喔 然後夏天啊這種顏色又不會顯得太重或是太熱 然後如果你真的不敢露太多的人 就把扣子都扣起來